业丽你跟大家讲一下你的看法是 好其实呢也帮大家统计了 我觉得现在小资族也很聪明啦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跟两位专家一样 都会买到第一点 那所以呢现在小资族反而都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布局ETF 那根据最新的统计 今年到5月份为止 规模逆势成长的反而是00878 它其实也是高股息ETF的一类 那0050跟0056 当然还是规模前两大 可是呢就成长性来说 00878反而是变成成长幅度最高的一档ETF 就几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 当然因为它是继配息 很多小资族觉得继配息呢 更符合他们对现金流的需求 那第二个是它的进入门槛比较低 就是它相较于0056 一张当然跌破30 现在是29左右 相较之下呢 00878很多小资族觉得 其实是买一张压力也都没有那么大 那刚刚陈业提到的国泰股力 精选30是00701在这边 它其实交易户数就定期定额的户数 有8000多人 其实这个就新的ETF 它算是表现算是相对亮丽了 那赶快帮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不管是0056或者是00878 或是0050 我觉得定期定额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特别是如果说是很年轻 很年轻的小资族 我还是会建议以0050是优先 因为过去很多的统计都告诉我们 0050的累积财富的效果 要比0056要来得好太多 但这一波0087%会崛起 就是因为它的绩效比较好 因为就过去一年来看 00878的绩效是相对抗跌 大概是0.7% 那0050还跌了是负的0.95% 0056是负的8% 主要是因为00878 它的金融股的占比是比较高 金融股占比大概是25% 所以今年第一季金融股 表现非常非常的亮丽 所以造成 00878就是绩效是比较好 那0056未来也是会有挑战性 因为刚刚友银哥有跟大家提醒 就是航运股占它的比重是高的 那现在拜登在针对航运的费用 在做一些调整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想未来如果是单比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 不管是50 56 878 如果单比在往下修的时候 我觉得单比会是一个进场的时间点 但是就定期定额来说的话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不一样的策略 我的意思是说 50还是优于56或者是878 因为它长线累积 财富的效果比较好 定期定额你还是投0050一票 我还是投0050一票 那另外这帮网友 问很多人在问说 这0056发生大事情了 什么大事呢 赵峰金被剔除了 没有赵峰金的0056还是0056还可以买吗 好那这题我回答嘛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0056现在因为持股成分的调整 现在没有赵峰金 那就跟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也蛮像 去年0056也是纳入了长龙 多了长龙 很多人很激动 对 就说 不符合0056的精神 相对稳健 你怎么可以纳入长龙呢 结果大家去看一下 0056这一年有很惨嘛 也没有嘛 所以我想0056它有它自己设计指数的逻辑 就是针对上市公司的前100 市值前150档 然后去选未来一年鼓励 最厉害的前30档的一个公司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会那么挑个股 或者是对个股非常非常的执着的话 那就去买个股 你就不见得一定要买ETF 所以我倒是觉得没有赵峰金 没有金融股的0056 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只要你认同它的设计ETF的逻辑跟精神就好了 就是30档这个最高股息的预测的一个ETF 陈彦你这边推荐大家蛮特别的 要买中国的高股息ETF 对 当然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说 通货膨胀的一个环境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打败通膨 但如果你买股票 你说越买越跌 其实心里面很难过 那这个高股息的部分呢 其实它每年的殖利益 大概都可以有在6%到7% 那之前前面这一波跌比较凶 是因为大家一直认为 它里面的成分股有地产股 但它最新的一个调整 新的 因为它每半年会调整一次 它的成分股 那它这一次调整是6月中生效 纳入了1%的金融股 那现在香港升息山 跟进美国 所以对金融股来讲 未来的整个发展趋势是相当好的 那刚才讲到那些地产股 它都通通都把它 大部分几乎都把它剔除 其实这就是ETF的好处 不该留的我们就不留 那因为这些金融股 接下来7月份要配息 刚好它刚好纳进来 它的成分股 所以他们就可以去承接 7月的配息 那这个ETF自己本身是 7月份 7月中也要出息 那目前我那些金融股的值利率 是7-9% 7-9% 所以算起来以后 这个时间点进来 其实非常的刚好 我觉得就是这样讲 当然对前面报比较长的时间 有点不公平 但是现在进来 我觉得是CP值最高 因为除全息不是看你拥有多久 就跟追女朋友一样 谁追到就谁的 长跑10年也没用 重点是现在买就得手 然后7月中除息 我觉得算是有CP值很高 目前值率也超过7%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OK 所以给大家逆向来思考中国市场 因为这个升息的环境下 中国反而是逆势相对宽松的 另外来看这个时间点 大家有关注到一个族群很猛 我们这边列出来是上个礼拜 生计股的涨幅 一个礼拜涨幅 你看这边有涨28% 19% 18% 12% 一成以上的 蛮多的 那之前就说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 可能就有一些资金 会去炒这个生计股 这个时间点 投资人还可以抢进生计股 稍微把绩效 这个薄一薄逆转胜 还有计划吗 生计股 圈货差 请投票 还有2比1 有明哥说不行 对 因为当你每次 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被添责 会被添责 被添浅 对 会被添责 陈业有没有觉得背很痛 没有 下雨不要出门就好 我们以前 我们长时间在股票市场里面 实在是看到某一个东西 碎到不行了 都已经对他切心了 然后之后你去找一个 比较强的股票说 因为现在资金都很集中 往那边走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就会碰到什么 就会碰到你3月份买东减 就看到了二乌战争的时候 你觉得假肥在缺 那你也不是在底部游去买的人 你就是在这个时候去买 然后就买上去了之后 他可能让你好了某几天 但是之后他可能就稍微盘 然后之后再开始补跌 所以各位可以去发现 因为升级股 它的这个时间点很微妙 它常常都是资金的避风产 但是升级股的好 一定是立即在电子股的烂上 那除非你认为电子股要很烂很久 那这个时候当然升级股就还有一波 那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就是每次升级股 都是涨在升级月之前 那7月要升级月 那这个时候6月份来工 对不对很合理 但是如果说各位 你把这种冷酵的这种升级股 你现在突然热起来以后 筹码变得这个量都很大 你要是跳进去以后出来怎么办 你可以回想一件事情 1月份的时候在涨毛宝 各位还有印象吗 3月份的时候在涨泰伯跟这个保龄 毛宝是清洁用品 3月份在涨保龄附景 跟这个泰伯的时候 是在涨快筛队 那现在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追药滑药的同时 淡见新人笑哪闻救人哭 你有去看到现在毛宝怎么走 你有看到现在的富景跟这个泰伯 后来怎么走 所以回头我们说 你现在所有热的东西 当然短时间还有一些效应 如果你手脚够快的话 可以去抢 不是说不行 就看你的本身的操作灵活度 那这一波里面多头 升级额多头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指标 因为现在有涨很多 你根本连听都没听过名字的生技股 但是有一档是我想这个女股神也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药滑药的事情 那药滑药现在是这一波最重要的多头指标 好 那现在市场上复制贴上看到药滑药的时候就在去想 什么东西跟药滑药最像 结果就有人在上个礼拜点到了一档个股 这个叫泰福KY 那为什么他会去点泰福KY 因为你去看两个都是蛋白质新药 然后泰福KY基本上我不是推荐 我是说大家你也把它当指标 但是你可以短做 怎么说呢 因为蛋白质新药里面 它是润泰集团的 它是在做上游研发 下游给综艺代工 然后它的股本跟药滑药非常像 你看药滑药的一个股本是28亿 然后泰福的话是35亿 那一个是行政院开发基金 药滑药是行政院开发基金 然后泰福KY的话是润泰 一直以来都包含像中天 中玉这些 大家比较有信心的一个生技集团股 所以这个时候你回头 就只要去看这两档就好 其他那个名字都没有听过的 我就建议大家 那个很可能就是你会买到那种末班车 所以现在就是说 有人已经在唱安口曲了 你还不肯走 对不对 或者是那个派对已经到最后的时候 你硬要去吃那最后一口 所以回头你去看泰福KY 它现在比如说这个地方被我查到了 就筹码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公司 应该是比较特定的公司派或大股东 那这个地方是一直都在出 因为你前面找不到他买超 所以他现在是逢高在卖 那现在有其他的市场主力 在某一个户头 这个我比较不要在电上讲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集中买 所以现在就是看两边的力量 看公司派卖的力量比较大呢 还是说这个 那公司派卖不是坏事 因为长时间要获利实现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生计股做到生计月前 最后一个结论 不要一直撑到七月份 七月份的话相对会比较危险 不熟悉跟没有做人就不要再强劲了 给大家建议 燕丽你也是觉得不要 我举它纯粹是因为我觉得 生计股不好驾驭啦 就是呢 我觉得电子股的话你可以问问看 上游下游就是 供应链厂商的状况就可以推估 对对对 生计太多的梦想啦 对生计股我个人觉得很不好评估 我自己是不太买生计股啦 偏见 个人偏见 当然我们生计我没讨论过啦 所以台湾的实力是蛮好 但是它不确定因素真的蛮高的 所以陈寅为什么觉得现在可以买呢 当然大部分的生计股 或生计产业的一些结构 可能都符合有名跟艳丽的讲法 那等一下我再谈 我觉得我比较prefer的 哪一类的生计股 不是全部的生计 这个很重要 当然就长期来看 生计指数其实 酝酿出一个 这是月线图 所以我认为做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 上面的一个整理之后 我认为未来几年 其实生计指数是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爆发的实力 长线来看 当然不是短线 长线来看 那因为目前政策也好 各种产业的环境 其实台湾产业 生计产业的发展是蛮蓬勃的 这个部分 但是刚刚我的听误是问这一波可以吗 长线看好像这一波呢 OK啊 我觉得没问题 但重点要选对股票 其实刚才有明哥讲的那些股票 其实我都不敢推荐 哈哈哈哈 对 所以我虽然举圈 但是我有我的坚持 就是说在生计里面 你要去做那些 他基本上他的营运是很稳定的 你们今天坐比较远的 榴弹还可以打过来 没有吗 他说不行啊 刚好我不推荐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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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呼应到有呼应 对 我的你们没有误会我的意思吗 没有 我说刚才他讲那些生计股不能买的 我是不推荐啊 所以我说可以买的 其实是要那一种 比如说他跟身体健康有关的 跟医美有关的 跟医疗器材有关 保健这一类的 就是比较好把握营收 所以其实他们两个举差我非常清楚 那你也是呼应我嘛 对 所以其实两个我都呼应了 但是我认为这里面是可以找到 我发现你举圈差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不要这样子 其实都综合的 对 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有我们的坚持 就是说我认为生计里面是可以找到 可以值得持有的股票 是这个逻辑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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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也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